而这次调涨电价的部分呢 平均电价涨幅是来到8.4% 但是一个月的用电千度以上的大户影响 是最广调整的幅度来上涨到了15% 那么现在台电也建议了 这些用电大户可以参考所谓的时间电价来省钱 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尖峰的时间用电嘛 你在离峰的时间来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换算一下呢 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0点半到早上7点半左右 用这段时间来用电会是比较省钱的 但是电价就说了要执行困难度真的蛮高的 洗衣机烘干机同步运转 看看洗衣店为了省电费只开电风扇冷气都没开 就是因为经济部拍板平均电价7月开始要涨8.4% 其中月用电超过千度到用电大户 电价调涨9% 洗衣店一个月用电超过2000度 电费就要1万多元 台电就说可以使用时间电价来省钱 假设月用电2000度 选用一般的累进电价 下月一个月电费1万0362元 但如果换用简易型时间电价计算 尖峰每度约4.44元 离峰1.8元 美元电费6315元 省下4027块 这样等于是降了大概7.5成嘛 其实是诱因很高啦 可是真正要执行面我觉得困难度很高 我们的作息 我们平常有可能是早上10点做到晚上9点 你说我半夜来做 员工愿意吗 原则上是不愿意 因为不同于累进电价 24小时的电费都相同 时间电价分为离峰跟尖峰两种费率 只是比较适合很晚时段用电 如果以下月用电计算 冷气一天吹10小时 大约22度电 一个月要约4200块 但如果改采时间电价 通通用在离峰时段 电费降到约1200块 另外像是电热水器 一天若开10小时 耗电量可达10度 一个月就要约2000元 改采时间电价 一个月只要540块 住宅或者是小商家的这个部分 每个月的用电住宿 要达到700度以上 才有参加这种时间电价 节省电费的这样的一个小过 也就是说用电大户比较合适 随着电价即将调整 可以评估看看 靠时间电价审核包 三零九王社会张阿薛新北报道